在前不久东方卫视的赏心大会上面 刚刚升级做了爸爸的冯绍峰 惊喜亮相给了自己家乡 包括是很多的住镇 也是我们的家乡台 虽然说身份上面是有一些变化 但是他依然没有停下自己工作的脚步 由他主演的年代大戏 《大时代》就在成都开机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冯绍峰 为了给东方卫视住镇 冯绍峰这可是千里迢迢赶过来 因为由他主演的《大时代》 刚在成都开拍不久 这部剧的故事背景定格在八十年代 冯绍峰饰演经历了《时代起伏》的商人 你还爱我 等很久了吧 怎么也不急先跟我说一说 我想了很久 你们这次去广州 还是得去到香港 所以这个八零年代九零年代 是我一个童年的活 等于我是看着我爸妈长大的 他们看着你 也对了 一起成长 我一直看着我长大 但是我也在观察他 我通过拍这个戏我就知道 原来你们年轻的时候 都是这么玩的 1978年出生的冯绍峰 对于那个时代都是童年印象 这一回他也体验了一把 自己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感觉 穿着那个喇叭裤 然后花衬衫去舞会 走在马路上面拿着这个四喇叭的录音机 满那叫做自带BMT 相比之下 1987年出生的袁珊珊 对那个时代算是一无所知了 这次她饰演了一个意识不苟的财务主管 所有年代感的戏份都靠揣摩 我拍年代戏拍挺多的 但是这个年代还是第一次拍 这个80年代的 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个年代的感觉吧 包括台词各个方面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袁珊珊第一次 与冯绍峰合作了 再次见到老搭档 她已经是个孩子的爹了 冯绍峰的妻子赵丽颖跟袁珊珊同岁 眼看着身边同龄的小伙伴 一个个结婚生子 袁珊珊依旧不着急 但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不着急 其实找一个另外一半还是挺谨慎的吧